大马7-11控股建议 收购本地几家制药公司的股权和商业资产 预料能激励子公司康宁药剂的营收大涨48.8% 假设今年底之前就完成交易 这项收购估计对该控股在2021财政年的净利极力不大 不过肯纳哥投行研究认为 这可以为物流、库存管理和采购资源的规模经济带来长期价值 尽管完成收购后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还不清晰 但负债率预料会进一步增加 截至今年6月底 如果以3亿8千万令吉的净债务和1亿3千万令吉的总股本来计算 大马7-11控股的净债务对股本为2.9 行价暂时维持核心净利预测 跟随大师评级和1令吉30仙的目标价